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世界盃歷史上入球最多的亞洲球星 曾經代表日本國家隊的本田歸友 在Twitter發表了一篇貼文為香港人發聲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完共同社的一篇報導之後 而對日本政府感到勃然大怒 到底這一篇報導是說什麼呢? 共同社引述了消息人士所說 說日本政府昨天曾經被詢問過 會不會參與英、美、澳加等四國聯合聲明 強烈譴責中國推行港版國安法 但日本當局拒絕參與 因為日本想和中國改善關係 故此不會追隨歐美等國家 去批評中國強推國安法 本田歸友看完之後 就在Twitter發表了這篇貼文 他問 為什麼日本會拒絕參與 譴責中國的聲明呢? 就算日本真的選擇 要犧牲香港的民主也好 至少都應該要有一個 拒絕參與聯署的理由 他就不能夠接受這種毫無原因的拒絕 當然他也是為這篇報道的真實性而兜底 他說假如這篇報道是屬實的話 日本政府就很嚴重 但如果這篇報道不是事實的話 共同社就很嚴重 那麼到底共同社的這篇報道 是堅定是流的呢? 有一位執政自民黨眾議員 叫做祥美敬 就對於共同社這篇報道的真實性 提出了質疑 他在Twitter上說 目前他收不到消息 說日本政府曾經被詢問過 到底要不要參加聯署 於是他就說會在明天 向日本政府作出核實 目前來說 又真的只有共同社 引述了消息人士去報道這篇報道 暫時未找到其他消息來源 唯有就是沽網聽知 沽網信知 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拒絕參與聯署 那就反映得到 他們真的非常體重 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實在 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影響下 每一個國家的經濟 都似乎是在百費待興的狀態 每個人都等著疫情消散之後 馬上恢復所有經濟活動 包括旅遊業 如果日本真的將經貿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又怎會寫得純粹為了香港 而得罪大陸政府呢 實情日本政府對於港版國安法的議題 態度一直都不算很強硬 除了上個月尾 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曾經說過 對於港版國安法深表憂慮之後 其他內閣成員都沒有表態 當然在內閣當中 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對於中國的態度非常強硬 他肯定是內閣裡面的鷹派人物 但其他內閣成員 基本上是沒有就著這個議題發聲 故此如果日本真的拒絕參與聯署的話 一點都不奇怪 類似的國家還有韓國 韓國曾經受壓於美國 要就著港版國安法表態 當然是表態反對 但是韓國到現在都頂住了壓力 沒有就著港版國安法作出什麼強烈的聲明 當然因為韓國總統文在寅 也擔心他這樣傾向美國的話 就會得罪了中國 就會影響了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故此他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都是投鼠忌器的 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韓國出席這個G7峰會 韓國都要左想右想 左計右計 左度右度 卻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 才說要答應出席這個G7峰會 故此 這個世界上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個國家 是願意冒著得罪大陸政府的風險 而去為香港的議題發聲 目前最堅實的是五眼聯盟的幾個國家 歐洲方面如何呢 法國和德國相繼就發軟題了 首先說說德國 德國外長馬斯在接受當地一家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被問及到到底德國政府會不會採取一些更強硬的對華措施 比如說黃之鋒所說的那些對華的制裁措施呢 馬斯就回答說和黃之鋒合照不代表贊成他的觀點 因為黃之鋒的政治立場就包含了一些分離主義的傾向 並不符合德國政府對中國的一貫立場 那麼黃之鋒對於這個說法就有所反駁 他就說德國作為歐盟數一數二句有實力的國家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更加積極地扮演人權保衛者的角色 因此在發聲明表態反對之外 他就呼籲德國政府將民主價值至於金錢考慮之上 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向北京施壓 而不是對中共侵害香港自治的舉動 維持在被動的位置 那麼到底為什麼德國外長會有這種取態和說法呢 對黃之鋒真的是極不客氣的 完全是不給他面子 大家可以看看一個最新的民意調查 就是由Pure Research來做的 那麼這個民調機構絕對是有公信力的 是有份量的了 那麼他裏頭就問了幾條問題 有兩條問題是值得拿出來去看的 第一 就是到底德國的普遍民眾 對於中國和美國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在2019年的時候 有五成的德國人都認為要和美國保持更加緊密的關係 就只有兩成四的人說要和中國保持更加緊密的關係 但是到了今年的情況就是攀平了 三成七的德國人認為美國更加緊要 三成六的人認為對華的關係更加緊要 就是說比率就變成了差不多了 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之後 德國人反而是覺得和中國保持更加緊密的關係 比率是升了接近一半 由24%升到36% 德國外長這一番的說法 多多少少也反映得到德國民眾的民意基礎 不是純粹他個人的態度 好了 至於另一個問題是問什麼呢 就是關於全球化的看法 到底德國人認為全球化對於他們的國家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有五成九人認為是好事 只有三成人認為是壞事 但是同一個調查在美國做 結果就很不同了 只有四成七美國人認為全球化是好事 但是有四成四人認為是壞事 那麼這個調查結果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德國人在經歷了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以後 仍然認為中國應該繼續擔任世界工廠的角色 每一個國家應該要繼續進行分工精細化 即是中國繼續做初級工業 高污染污染或者製造業等等 而德國繼續搞高科技工業 重工業以及服務性行業 故此他們對於中國當然不會有一個很負面的印象 但是美國人不同 在特朗普政府的鼓吹下 他就要求美資企業盡量遷回美國 最好將產業鏈、供應鏈全部擺脫中國 就算不遷回美國也好 都要撤出中國 所以Apple就把某些廠房搬去印度和越南 故此美國人對於全球化的看法是相對負面一些 因為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其實就是中國 故此德國外長馬斯有這種說法完全不奇怪 因為他只是反映當地民眾的意見 其次的就是法國 到底法國如何對著中國法院提出呢? 原來在上星期五的時候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經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電話交談 在這一個半小時裡面 他們曾經談到香港的議題 馬克龍就跟習近平說 他正在密切關注香港的局勢 並且會繼續支持中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原則 此外馬克龍還強調了世衛組織在抗疫方面的重要作用 實際馬克龍這兩個說法都是跟特朗普背道而馳 擺明就是暢反調 特朗普就說香港現在已經是一國一制了 但馬克龍就說支持中國繼續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特朗普說要美國退出世衛組織 馬克龍就強調世衛組織的重要性 即是法國擺明就不看特朗普那台戲 故此大家都不用特別指望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 會對中國採取一些強硬的措施 最多都是會發聲明 或者在外交辭令上說幾句而已 你說要有些實際操作上影響到經貿關係等等 似乎在目前這一刻來說就不太會出現了 這跟歐洲傳統以來都不太喜歡美國霸權有關 無論是德國也好法國也好 他們都很渴望歐洲有一支獨當一面的旗幟 是獨立於兩個強國之間 以前是美蘇兩國 現在是美中兩國 到底歐洲這個如意算盤能不能夠打得響呢 他們明明就不想向五眼聯盟靠攏 但是在和中國的交易當中 如果處處都要把底線不斷退讓的話 退到最後會不會淪為了一個附融呢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